2023年10月7日至9日,加拿大多倫多里士满绿色体育中心和公园, 举办了为期三日的南瓜节,橙色的南瓜象征着秋收,景点围绕秋季的乐趣为主题而设计,包括踩高桥的稻草人,交错踏起的干草堆, 宠物小狗的特技表演,老式的无鬼观光火车以及标志性的南瓜屋,吸引了很多当地家庭。 多年来,当地法轮功学员都会参加南瓜节的活动。 今年的展位位于入口附近的南瓜田对面,是所有游客出入活动的必经之道。 那些人来到展位前和学员谈解,明白了法轮功的主旨是通过修炼真善忍,归正思想,回归传统。 马雅定居奥大尼亚,最近来多伦多度假。 以前我从未听讲过法轮大法,但是前日,我是市区看到学员发送法轮大法传单,我直接行过去。 第二日,是不同的场合,另一个人递给我同样的传单。 今天是第三日,我来到南瓜节,又看到法轮大法。 我想宇宙中一切都已安排好,我整定要来展位。 是展位上,马雅认真学练了一至五套的所有功法。 是到学正功时,马雅神态平静,做动作之后,学员说给他要静静闭上双眼,将思想放空。 等学了更换的动作后,马雅又闭上双眼。 练完后,马雅按钮不住愉悦的心情,告诉学员知。 练功时,我感受到体内的能量,我还感到沉重的身体变得轻盈。 马雅不单只喜欢练功,还欣赏真善忍的理念。 他说,我想努力成为这样的人。 如果偏离了真善忍,我们的身体,思想和灵魂都会变得腐坏。 我想要保持平和,宁静的心态,想要达到真善忍的境界。 返到家,我会深入了解,阅读转法轮的书。 罗拉是一名农产主,同时还经营农贸市场的生意。 一看到法轮大发展位,他就直接行过来,告诉学员知要学功。 训练功法之后,罗拉想要坚持练络去,学功的时候,我感到放松,是很舒服。 我意识到,练功很重要。 因为我相信,功法能改变我。 尤其作为农产主,我的工作任务坚具,似个不懂停的陀螺,总是到工作。 因此,我每日都需要练功。 罗拉还想着在家周围建立一个练功点,我要将法轮功推荐给我的农贸市场的客人,我认为会受到他们的喜爱。 我还要告诉那些员工,亲人和邻居知,令到他们都来学功。 乔丹是装修公司的经销商。 看到正是导展示功法的法轮功学员,他说,我对修炼文化有一定的概念和求之欲,因此一看到练功的学员,我立即就被吸引,很好奇,感到非常有兴趣。 学员介绍给乔丹功法,乔丹说,真善忍是重要的人生信条。 功法的理念将那些人变得更真实,善良,宽容,我觉得这个好料不起,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样的品质。 真善忍的修炼是一门艺术,刁剁我们的思想,同时还完善我们的身体。 我知道法轮功有转法轮的书以及五套功法,我会上网站去学习。 内心是隔离青年篮球俱乐部的摊主,主动行过来了解功法。 知学练功法是免费假,内心露出惊讶的表情。 听了学员的介绍后他说,我是一个篮球教练,还有六个孩子,因此必须是忙碌中保持好的脾气和心态。 真善忍对我们的生活会很有帮助,我觉得会治愈及苦慰我的心灵。 我还打算将功法分享给我的家人。